大家好我是Anson 歡迎來到AnsonTV Anson呢前一陣子去日本的時候呢 買了一個非常酷的東西 但我一直沒有時間拍開箱影片 所以我今天終於 可以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今天要開箱的東西就是 海賊王寶箱 等等等等 聽說你還沒有訂閱AnsonTV AnsonTV每天晚上9點都會準時上傳新的影片 如果喜歡AnsonTV的話 記得趕快先點下面的訂閱喔 OK 影片正式開始 Let's go 他已經想說這個東西是什麼 其實這個東西很簡單 就是它裡面會有一個寶箱 然後你要用裡面的工具呢把它敲碎 敲碎慢慢的敲碎以後 就會看到裡面的寶藏是什麼 其實呢我本來想要多買幾個 但是我覺得有點貴 所以我就只買了一個 普通獎項的部分呢就會有 草帽海賊團9個人的LOGO 這個是普通的獎項 轉過來了以後呢這裡有 4款是Special特別的寶物 有魯夫的帽子還有惡魔果實 然後這個是500塊貝里的硬幣 還有這個向陽號的船頭 其實這裡面呢 Anson最想要開到的寶物是500塊貝里 因為其他這些感覺比較常見 那500塊貝里的硬幣 感覺真的很少見耶 OK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開箱囉 OK 那現在就讓我們來開箱吧 沒錯 這四個就是裡面 所顧的四樣東西 一個是它的說明DM 一個就是寶箱的本體 然後還有一個鏟子 再加一個刷子 OK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把它打開吧 其實它是這種沙沙的感覺 那等一下我們就要把它給敲開 首先拿出這個鏟子 揪揪揪揪揪揪揪 喔 已經被我削掉一片了 我們換這一邊 很累啊 啊 都已經削掉這麼多了 竟然還沒有出現 這都很小塊啦 喔 喔喔喔喔 出現啦 從這裡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直接從這裡削好了 喔 阿出現啦 喔喔喔喔 開出的是香吉士的 錢幣 接下來呢 先讓我收拾餐具 等等見 OK 大家覺得今天的開箱怎麼樣呢 今天我們開箱開到的就是這個 香吉士的硬幣 然後後面呢還有寫他的Sanji 就是他的香吉士的名字 雖然說呢他小小一個 但是真的做工很漂亮欸 他有那種成就的感覺 我真的很想要這個500倍里欸 我覺得真的很酷欸 下次如果我有去日本的時候 我一定要再買來玩 就Anson所知呢 日本有很多這樣子的玩具 就是裡面有恐龍的啦 有恐龍蛋啦 有各種 反正有各種各式各樣的造型 反正只要是動畫 很多都有做成類似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挖寶 挖寶的遊戲 如果呢你有去到日本的話 務必要買一個來玩玩看喔 如果呢你也喜歡海賊王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 加一讓我知道 讓我知道我有多少的海賊夥伴 OK 喜歡今天的內容的話 記得要務必幫我按讚還有分享 AnsonTV每天晚上9點 都會準時上傳影片 如果喜歡AnsonTV的話 記得幫我點下方的訂閱 同時旁邊的那個鈴鐺 記得按下去 這樣你就會收到 AnsonTV第一時間的更新資訊囉 OK 那各位 你有看過那麼大的燒燒果實嗎 我們明天見 掰掰 好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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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個500倍里的硬幣唷 這樣就可以把小巴買回家養了唷 AnsonTV 每天晚上9點上傳影片 歡迎立刻訂閱頻道 我們明天見 掰扑啦